那天晚上在酒吧 你是不是又回来找我呢 对 为什么呀 喝多了 不 什么就喝多了呀 那我给你发那信心呢 什么短信啊 你没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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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呀 你那是干妈看到 我跟你发那条信息之后来找我 让我以后不要再去找你 和明哥 你知道吗 其实那天晚上 我就在这儿 我根本没走 我只不是去趟厕所而已 我要是回来早点的话 咱俩的结局就平常了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没过去 真没过去 我跟你说 今儿那天晚上 原本来就是 傅青 走了 回家了 拜拜 拜拜啊 你啊 回家 干嘛去了 不刚来吧 和明哥 和明哥 我还没说完呢 还没喝呢 怎么就走了啊 没带钱 没带钱 我有啊 我今儿胃不舒服 不是 你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行了 赶紧回家吧 别扯了 怎么 怎么回事 有情况还是不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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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有情况 没情况 你怎么碰着她的呀 我哪知道怎么碰着她的呀 约他呗 你有 有进没进 是不是约的 别扯钱 不是 你跟我说说去 咱心胸没事吧 有话跟我说 是不是约的 不是 我不告诉你 不是 是 不会吧 这肯定是约的 不然怎么那么巧呢 你说说 我告诉你啊 我跟卓奎那没事 真的 什么事没有 以前没有 现在没有 将来也不会有 我心里面只有苏静 知道吗 而且我告诉你啊 这事不许告诉苏静了 我告诉你 你要让她知道了 头一紧一句得死 知道吗 不让她知道可以啊 我想吃 回家吃去 哪儿那么多废话 来了 来 干嘛 快点啊 有事吗 我也没什么事 我就是想您了 好 对了 这个呀是我突然 从美国带回来的 对心脏特别好 来 您拿着 我不要 我知道您心脏不好 您吃了呀就会好的 来 拿着拿着 然后就给你父母吧 干嘛 我看你这最近脸色不太好 您是不是累着了 肯定是我哥我嫂子 又惹您生气了 是啊 难道没有 就是苏静她大哥大嫂来了 所以有点忙 她大哥大嫂来了 干嘛 我都说嘛 平时我就觉得您伺候仨人 您够累的了 这次又来这么多人 您肯定伺候不过来 这样我帮您打得下手 正好啊我也好久没吃 您做的饭菜了 我特别想吃 干嘛 我帮您来来来 我帮您做饭 行 干嘛 干嘛 孩子 这些芹菜叶呢就不要了啊 好 只吃杆 知道了 阿姨 我回来了 这谁呀这个气质这么好 没见过呀阿姨 这是您哪家的亲亲啊 她是我的干女儿 也是贺明的干妹妹 怪不得吗 你好 你好 我是贺明她嫂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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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质真好 这比我妹妹强多了 你看着点火啊 我去上个卫生间 好 我回来了啊 贺明哥 你回来了 看你阿赛哟 不是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能来啊 我来看干妈呀 贺明 行啊你 藏了一这么好的妹妹 你 赶紧回家 待会儿该堵车了 不是堵什么车 干妈做饭我还没吃饭呢 不是不是不是 今儿就没预备你 你妹份的量知道吗 你说你吃 我大哥 我大嫂 那吃什么呀 吃了 我有能不能吃吗 回家 好吧 阿姨 阿姨 你那干女儿气质可真高贵 您知道在我们县城 那打点洞都找不着这么好的 人都走了 你就别再拍马屁了 我说怎么没听你嘴里夸夸苏进呢 苏进才是你妹妹啊 给你忙前忙后的 我其实真希望别人多夸夸我的儿媳妇 好 老婆 这么早就睡了 谁 老婆 老婆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你吓死我了你 不是 你跑那儿干什么去了 我问你话呢 没什么事瞒着你啊 卓慧娜今天是不是来过 你说她呀 对了 这咱嫂的嘴可真够快的啊 如果我嫂子不告诉我 你是不是就不说了 那倒不是 不信你问我妈去 她是主动找上门来的 而且是突然的 你没看见 当时你嫂子那情形 恨不得把脸都贴上 脚后跟上去了 真的 我这禁止眼我都看不下去了 所以当时就让姓卓的 走人 我嫂子呢 当时的情况给我演了一遍 她把卓慧娜都夸成个花了 你说我嫂子 怎么说也是跟我一家人吗 她怎么能像这外人一起欺负我呢 是是是 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 老婆 嫂子是什么样的人 你还不知道啊 先偏爱富我 谁有钱她就帮谁 对不对 没必要跟她置气 再说了 那她和卓慧娜俩人 好 那总比比让人呛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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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有个好心态 老公给我真的受不了了 再这么下去我会疯的 咱们给他们找房子 让他们搬出去吧 我明白啊 可问题是上次她那些房子 她都看不上了 我们要是找个合适点的 你说会不会好点啊 那你说什么叫合适呢 房子贵了也不行 房子破了也不行 反正嫂子就是 脸先着地 无力回天了 但是 我还是得在四伙房网上 给她找找 甭管她高不高兴 先搬出去 因为我现在有预感 我预感咱们家这几天 可能会有 更大的矛盾发生 不要 老公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 周会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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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怎么好 我给她崩溃了 你满脑子都是她干什么 你应该满脑子都是我呀 你这孩子 这是什么 你那边出去 别烦我 周会拿 我给你说了 回家 姐 你那儿现在 有没有空房子租啊 我没注意啊 应该有吧 姐 你是给大哥大嫂找的吗 对啊 其实我也不是急着要把他们赶走 你说大家是一家人 我们现在还有空房子 大哥这样我应该好好照顾他 可大嫂实在是 大哥每天拦着他 你拦不住 他整天给我们掉脸子 而且 我本来想吧 缓一缓再说 可是我婆婆已经找我谈话了 她虽然没有直说 可她的意思呀 就是大哥大嫂已经严重地 扰览了她的生活 那我们家毕竟是婆婆做主啊 那她都提出来了 那这事不管 那我日子以后怎么过呀 好在现在大哥已经有工作了 我就想 要不然分出去过算了 想什么呢 说话呀 你怎么了 混不手舍的 没有 姐 你想多了 可能是我身体还没有恢复 就觉得有点累 你身体没恢复 你干吗出院呀 好好在里面养着呗 我告诉你啊 现在父母不在身边 你有什么事 你一定要跟我说 听到吗 我会的 姐 你想让大哥大嫂搬出去 这大嫂可不简单 姐 我知道你的苦处 但你怎么跟他们开口啊 那大哥是名士里的人 那万一大嫂以为 你要赶他们走 那可就不好办了 就是这么说呀 我前两天带他们去看了房子 大嫂一百个不同意 那我现在就想 有什么法子 能让他们自己离开 可我这不是想不出来吗 我都做公关这么多年了 这点问题真的是难住我了 真是 情怪难端家务事啊 这要是在公司做工作就好了 一切都有合同可以平等运输 你是说像我那个婚前协议一样 其实人情之间要真的加上那些条条框框的 什么都变味了 而且会越来越乱 你看我现在 焦头乱额的 那怎么办呀 你教我的那什么空城记呀 声东击西呀 都用不上了 声东击西 能用上啊 姐 大哥现在上班应该还没回来 那大嫂呢 今天是上夜班 那家里只有大嫂和你的婆婆 走 跟我回去 去哪儿啊 看我的 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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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洗纯果呗 我最爱吃纯果了 我最爱吃纯果了 没吃那个 很甜 能吃你最好都吃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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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你那个她大嫂啊 把那个声音给我调小点行吗 行 安正多了啊 这光顾了跟你说话了 赶紧给我调到那个江苏台 我要看那个电视剧 真不巧 刚结束 阿姨 那我看回我刚才看那个了 没喊 阿姨 你干吗去 我出去买点东西 阿姨 正好 您给我带一豆腐卤回来 我跟苏勇都吃不管您家做的饭 太淡了 我去这地儿啊 好像没有卖豆腐卤的 只有卖北京抽豆腐了 你吃什么 也行 有闲味就行了 快来 快来 嫂子 大嫂 苏勤来了 我婆婆呢 出去了弯去了 嫂子 你把那声音放小点呗 神志不清 你瞪我没眼睛 皇上也没眼睛吗 什么结招 什么结招啊 还买东西呢 真不客气 你说得买就买 放开放开 不开 这是什么呀 这个我们超市里有 不便宜呢 真好 太客气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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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适用人群 中老年 你什么意思啊 送我中老年 你先我老啊 嫂子 这两天我婆婆睡眠不太好 那晓芹就想着 给她买点补品什么的 这还没来得及跟你说 你就自个儿拿过去了 什么叫我刚才拿过去的呀 你呀 说话呀 别拐弯抹角了 你不就是嫌我和苏颖住在这儿 影响你婆婆了吗 让她睡不好觉 吃不好饭 这刚才不还是嫌我电视机 声音开得大吗 可你说这洗衣机用几年 都里出问题 就别说你婆婆年龄大了 怪谁人 真是像 嫂子 我婆婆平时 她是有点苛刻 可她说得也没错啊 你这电视声放得 确实太大了 别说得有的没的了 你不就是在城里待的时间长 嫌我们是小地方来的 看不起我们 不过哪是这个意思啊 姑娘 谁来了 姑娘 姑娘 你可算回来了 你看你那俩妹妹 合着起来的欺负我 怎么会呢 嫂子 你们哪敢欺负你啊 不过今天 听我婆婆不在 我真想跟你们商量个事 你说 你看啊 你们呢也都找上工作了 而且在北京 现在也都适应了 你说这房子 毕竟是我公公婆婆的 咱们这么多人住这儿也不太好 我就想着你们能不能搬出去住啊 你什么意思 你要赶我们走 不是赶你们走 我就觉得 你看你们也是刚结婚不久 那大家住在一起 我们也打扰你们不是吗 没有啊 在老家我们结婚了 就得跟自己家人住在一起啊 再说了 这北京房租多贵啊 我跟你大哥能住得起吗 苏琴不是也是一个人租吗 那天咱看的房子就不错 苏琴 你放心 我们办 大哥 如果你们要真的有困难呢 你们投三个月的房租 我帮你们出一半 还说不是赶我们走呢 合着这倒贴着钱 都不想看见我们 你这是什么话呢 大嫂 我们家附近有些平房 我觉得还可以 要不你们去那边看看吧 瞧瞧你们这仨一唱一和的 怎么就你们苏家人本事大呀 大嫂 你太过分了吧 你看我姐过得好 你以为什么都是 从天上掉下来的 你不知道我姐受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委屈 她从来都不说 就知道一个劲地帮家里 我哥大哥提了要求 都从来没说过一个不子 你怎么就能再能说风凉话呢 我们是一家人 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但你不能伸手就要吧 我们有手有脚的 又不是养活不了自己 你为什么非得为难我姐呢 大嫂 我知道你有难处 可谁没难处啊 我们都要生活 我们都要应付一些 我们不该应付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也怨不了别人 你们都是大学生 你有文化我说不过你 但是我告诉你 我就是不会走 你到底要怎么样 我告诉你 如果你再这么下去 你就回老家去 别再被拎待了 好啊你 你向着你俩妹妹欺负我是吧 我走 苏龙你行 苏姐 别理他 我现在不回来 你越来越不像话了 505 三 二 二 走 坐 拿不饿 小喜 请问您剪些什么 不用 我不可 小喜 在这儿坐 一定要剪些东西的 我就坐会儿 不好意思 这是我们的桌椅票 看到 这首都人怎么事这么多呀 我不坐 我把眼睛带上 来 二 三 回来 看我这眼睛怎么样 挺好的呀 你先债它吧 什么的 那还挺这儿货的 这么多货怎么啦 还挺这儿货的 这儿货的 这儿我这儿货的 这儿货的出来 我不故意吃着 怎么样 还不错啊 好 你干啥还不错呀 真的不错 根本看不出了啊 根本看不出了啊 根本看不出了 丑小姐 贺明的妹妹 我是她嫂子赵静啊 你不认识的啊 你真是 这越来越漂亮了 你看她戴着眼镜 多大气啊 特配你 你看啊 你们俩都挺忙的 不要有事啊 找你俩苏进 我这不是找不了她吗 正好今天你在 你给评评你 你说这世界上 还有这么狼心狗肺的人吗 这苏进 要把我和她大哥 从他们家里赶出去 我可是她亲嫂子 怎么 苏进要把你赶出去啊 可不是嘛 我跟你说这张鹤明 连句话都没说 要我看呀 这一家人也没把苏进当回事 你说 他来了城市里 他就是城里人呀 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真是的 嫂子呀 你说得对 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是 其实啊你还记着吗 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这性格吧 特像咱北京人 特大方 看我扫着这衣装 时尚吧 二十 真的 我也觉得是 我觉得 我脸上缺点东西 我脸上缺点东西 缺什么呀 你缺什么呀 你缺眼上吧 还缺这么一个环境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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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嫂子 那是墨镜多有国际放 是不是 快记得太晚了 真的 这必须的呀 嫂子 这墨镜啊 就算我送你见面 你拿着去啊 真的 这名牌吧这个 肯定是名牌啊 是不是 太贵重了 这 这你人太好了 你都不嫌弃我们 比我那亲人都强 真的 别别别 阿嫂子 这个呀 就算我贡献的 这个 这个呀 是我的骨骗 你以后要是 在北京有什么事 你就找我 我爸呀 在北京是开极丝的 他怎么能帮着你呢 大公司那样 这 这 这还有这么好的事 就跟你说吧 这女孩一定有姑娘 宠着她 这将来呢 她对钱呢 看得淡一样 你说一样这女的 天天把钱挂在嘴上 多张认讨厌 多了 再说一看一看 这事 糟了 咱俩要这么投缘 以后咱们就长年纪呗 好呀好呀 咱们肯定跟你年纪 长年纪 你人真太好了 这 这 你真送给我的 真的送给你的 拿着啊 嫂子 我真不客气了 别客气啊 你看 我 这样子没有什么事的话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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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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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行也行 送给我的 我真是送给你的 好了 回家好好看 这幕的名牌 那 那我真不客气了啊 谢谢你啊 有这名片 我忘了我给你 行 那回头我给你打电话 再拿走拿走 那你们慢慢聊 我先走啊 走走啊 走 谁呀兔包呢 苏俊大嫂呗 难怪 她真是如出一折呀 那是 她以为她自己有多拾货 其实啊 她就是个不拾货的大傻 不过呢 这也就觉得呀 利益心心 但是啊 可以为我所用 狗 狗呢 你怎么在这儿休息呢 要是累了赶紧回屋吧 妈 我等我嫂子呢 这点她应该是在班上吧 我今天跟她说 让她搬走的事了 她怎么说 反正就不高兴呗 妈 我知道她已经在你休息了 但这事真的急不了 看看能不能坚持两天 我一定好好跟她们说 让她们走 我并不在乎她多住两天 我怕她赖着就不走 你也知道 你妈我不是一个不讲理的人 要不这样吧 明天我跟她再好好谈谈 不行 我今天跟她说 她都摔门走人了 而且电话也不接到 现在都不回来 那我怕再出什么事呢 她能出什么事 谁还能拐败了她呀 你要不放心的话 给她打个电话 看见 阿姨 嫂子 你吃饭了吗 我吃过了 我先回房间啊 真没什么事 你有完没完 你有完没完 做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那捉回来想抢走我妹夫 怎么送你点东西 你就忘了自己的身份 你是苏靖的嫂子 谁对我好谁有钱 我就站在谁那一边 你看看 国际名牌 好几千哪 我跟你说 咱们就得多认识这些国际品牌 到时候看人家穿衣打扮 咱就知道人身份了 这就知道怎么对待人家了 你算是无药可救了 我再给你说一遍 离卓慧那远点 别和她参合到一块 那女孩心眼坏 别骗着你到时候一块害苏靖 我三岁小孩啊 分不清楚谁好谁坏啊 再说了 你妹妹的仇人 就得是我的仇人啊 真是 你 没有 你 妳 这 我 为何 了 有 没有 你 来 王淳 我李雪智 我跟您打听个事啊 那个 您那边还有空房子吗 我这儿来了几个亲戚 他们想租着房租账夫 房租账夫 房租都好商量 有吗 住不了多长时间 喂 是卓小姐吗 是 我是苏静的大嫂 那天你不是说要是有什么事 可以给你打电话吗 你说 真遇上麻烦了 这贺明大妈要赶我们走 要赶你们走 对呀 我给你想个折 你想想我干妈有什么软肋 软肋 你知道苏静上个孩子吧 对呀 你知道该怎么办了吧 是是是 还是卓小姐聪明 是 好好干 我等你消息 好 好的好的 那就这么定了啊 回头我再给你打 回头我再给你打 苏静 这真观传哪台呀 怎么找不着啊 妈 我安心 没事没事我来吧 您准备吃饭吧 我哥每天早起是不是炒到你了 没事 习惯了 我说苏静啊 你大哥大嫂呢 也住了不少时间了 他们的工作也相对稳定下来了 是不是可以考虑自己搬出去住啊 这出租屋呢我也看了几处 有条件好的价格也不错 我想这样啊 你看行不行 刚开始几个月呢 咱们支持你大哥大嫂一下 前三个月咱们替他们付一半房租 如果行的话真的明天就可以搬 我有一个老战友啊 他退休了 我去跟女儿住去了 房子能空着 条件也不错 你说呢 行 那我跟他们说一下 明天搬 您看吧 咱搬走吧 别在这儿丢人了行吗 我告诉你啊 要搬你搬 我是不会走的 我说好不好 大哥大嫂 你怎么 你 我怎么了 来 哥嫂子你们吃喝啥呢 怎么了 我是拿你的嫂子没办法了 苏靖啊 你瞧瞧你哥现在本事可大了 你送个牛奶你长什么脾气啊 刚才想打我 谁 谁想打你 行 你小声点 怎么了 我就是让所有人都听见 你姓苏的都有素质 行了 嫂子你消消气 后面爸妈都睡觉了 你们找我们有事啊 那个 没事了 走了 赶紧睡吧 明儿还得上班呢 别别别别别 别别别 有事就今天说 省他明天他又出什么妖蛾的 哥 是这样 我婆婆呢有个朋友 她正在出租房子 挺便宜的地段也不错 你们这要搬过去呢 头三个月的房租我公布也说了 让我们出一半 如果要搬明天就能办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想赶我们走是吗 我告诉你 你就是把所有的房租都付了 我也不走 自从我跟你大哥一搬进来 你就张乐着混我们走 你什么意思 瞧不起我们 嫌我们给你丢人了是吧 苏靖 你有没有良心啊 我都不嫌你哥全 你就更没资格嫌你哥腿全了 知道吗 嫂子你说什么呢 我什么时候嫌弃你们了 那墙上的婚约你可是看见了 我的家人来不能超过一周 你们这住就是大半个月 你让我说完的 我婆婆又给你们做饭又洗衣服 她什么也没说 那我也有我的家庭 我有我的生活 我只能做了这么多 你让我怎么办呀 你也有家庭 好啊 苏靖 你可是我老公的妹妹 自从我跟你哥哥一搬进来 你就联合着姓张乐 一起挤的我们 你长点良心好不好啊 但是我告诉你我就是不会走 你 你怎么能这么无赖呢你 我怎么无赖了啊 怎么无赖了 你信不信我把这所有东西 都扔到了小区里头 我要让那悬小区人都知道 你妹妹是怎么跟她哥哥嫂的 妈 妈 阿姨 这大晚上不睡觉的吵什么呢 对对对 妹妹妹 睡觉去 别 我全听见了 有你这么做人的吗 我们好吃好喝好招待的 反而落下不是了 还想在这儿撒野不走 我告诉你 这房子是我的 我是房主 你们这些当晚辈的 连基本的礼数都不懂 我要不是看在苏靖的份上 我才不会留你到现在呢 希望你们明天就离开 我这房子不出租 我还以为你这家是苏靖在住 丑靖你给我闭嘴吧 我告诉你 今天你要住在这儿 我明天就搬走 你走啊 除非我肚子里的孩子你都不要了 你走 这 不不 是什么孩子 我都怀孕两个月了 没告诉你 是想给你个惊喜 你走 明天我就把我肚子里的孩子打掉 我跟你离婚 别别别 这孩子 孩子是怎么回事 不是 嫂子你怀孕怎么不告诉我呀 您这可千万不能生气啊 我上次去跟那生气 自己还在掉呢 老婆 老婆 这怀孕了真好 我们搬走 然后在人家也不方便 我好好照顾你 好不好 谢谢 既然怀孕了 就不能随便挪动 这样吧 还是先留下来 调养调养 有什么事情 以后再说 老婆 老婆 你说大嫂她真怀孕啊 不然呢 她这么老奸巨花一人 不会是玩什么阴谋诡计吧 内恋一口气 外恋一口批 嫂子虽然平时有点过分 但我这回相信她 你确定 当然了 这可是个孩子 我们都是女人 谁会拿孩子开玩笑啊 大嫂靠得住 母猪能上书 什么呢 你的意思是 你跟张鹤鸣还有可能 不是有可能 是这一次啊 我绝对不会再放一趟了 这鹤鸣哥他明明就是对我有感觉的 可是我们俩中间他就横了一个苏静 让我难过的呀不是鹤鸣哥不在 而是这个苏静他无处不在 要是这个苏静他能凭空消失就好 我怎么听着这么害怕呢 你不是要杀人灭口吧 杀人灭口倒不至于 但是斩草除根是肯定的 我已经让了他一次一次又一次了 这一次啊我绝对不可能再让他了 不做他的阶下球 就做他的冰上课 这爱情啊本来就是一场死磕呗 你又要做脸又要健身 哪有那么多时间去对付苏静啊 这你就不知道了呗 我找了一助理 助理 找劲吗 对 是我 来 卓小姐 不是那儿 是这儿 过来 你说这呼声这个 这都让我出来了 都一样啊 周小姐 我问你爸那事儿又怎么样了 我来就是告诉你这好消息的 你知道这假怀孕这事儿真好使 我这一提 苏静和我老公都不敢说我了 真的 真的 嗯 太好了 那你继续努力啊 这孩子呢就是苏静的软胎 你一提啊她就没辙了 这我可看出来了 这我在家一提这孩子 她和这老太婆什么话都不敢说 这办法真是好 不过 这我有个问题 我可得问一下你 什么问题啊 那你说 我虽然是从小地方来的 可我脑子好使呀 那我在这城里也住了不少时间了 那对我好的 你还是头一个 怎么样 你不相信我啊 那那倒没有 那 那你怎么着 也得涂点什么吧 你果然是个聪明人 不傻 我没看错 我要的好处呢很简单 就是让你啊 在他们家不断地制造那些矛盾 让苏静啊没有立足之地 那你的意思是 不会让他和张鹤鸣 离婚吧 你说呢 你跟苏静有仇啊 这你就不需要知道了吧 这不太好 这不太好 这好不好我说了算 这儿呢 有五千块钱 就算是你的活动经费 你要是能把苏静和张鹤鸣的 婚姻给搅黄了 我给你的好处还不止这些 啊 真是给我的啊 给你的呀 拿着吧啊 你看这 这 这 这也忒不合适了这个 这 这泥泥面膜 你别碰 这泥泥面膜 真能去皱纹啊 今天呀 不是你做面膜是吧 该回家把正事给办了 别嘞 那卓小姐 你等我电话 绝对有好消息啊 卓小姐 要是我把这事办成了 你也得带我做个面膜啊 去吧去吧 那我先走了 叫她呢呀 还想做面膜呢 我 我说你是 脑袋是扣的什么呀 哎哎哎 我问你话呢 你这 你没听见啊 啊 跟你说话 跟我说话呢 对对对 你去干嘛呀 哎呦 这太管用了 我还真是什么都没听见 这不是 她大哥大嫂不走了吗 我自己得研究一个防灶的装饰啊 看挺好 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 大嫂呢 真的怀上了吗 哎是啊 看样子这回咱们想让人家搬走 不太可能了 让他们先住去吧 我跟你说啊 上次 你说苏季那孩子如果要没掉的话 现在都会笑了吧 Provinc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